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TOMICA 迪士尼系列的堆疊車的 收藏車的 算是貨車 正式名稱應該是叫 米奇收藏可愛車車 然後內容是這樣 車尾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車牌的標誌 然後這是尾巴的標誌 然後這是前面 然後它的設計是這樣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 它裡面這邊 可以這邊打開 這個 底部這一片它是可以拉出來 讓你擺車子的 然後可以注意看到 上面有一格一格的 是方便讓你放車子的格子 然後放的時候是像這樣 擺上去 扣住那個車子的底部 它避免車子輪胎 扣住後它這樣子就不用擔心 車子會移 如果你要多擺的話 其實照空間來講是可以多擺的 可是它就是會像這樣子 車子會自己移動 這樣子的話就是剛好卡住 然後這可以推進去 然後它裡面除了這裡 下面那一層以外 還有送兩片這個 然後可能要留意一下 它的兩片這個 放一定要這樣子放 然後這是方便讓你抽取的一個握把 它上面的設計可以注意看到 它這邊是有斜度的 所以是後面比較窄 後面比較窄 前面比較寬 所以這樣子放得進去 可是如果你反過來的時候 它反而會放不進去 這個可能在小朋友玩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比較特別要看到的是 它的上面 它上面其實有幫你做格子 就是基本上四台車的格子 它讓你做四台車 可以到時候可以在堆疊上面 可以像這樣 然後因為我這台示範的是雪寶的 它是頂端車 它沒辦法放在最下面 所以到時候玩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算了